大家好是肥仔 大家喜歡上半身戰鬥力強大的女主角嗎? 如果你是這樣的觀眾 可以說是賺麻了 今天要推薦的幾部近期的遊戲禮 女主角們的戰鬥禮都是人中羽部 馬中刺兔 首先第一部就是我們的研韻系列美魔學園 玩家所扮演的主角是一位有為的青年 在學校裡參加的是超自然研究部 和青梅竹馬一起發掘了世上很多的未解之謎 而今天要挑戰的正式召喚美魔 擺好召喚陣之後只要再放上祭品 儀式就會自動開始運作 這裡就要請出我們的青梅竹馬 因為祭品必須是一些大家也知道的東西 而主角身邊只有青梅竹馬有辦法提供 在三番兩次花言巧語的紅篇之下 青梅竹馬半推半就的配合了主角的召喚儀式 實際上青梅竹馬也是喜歡主角的 聽到主角的這些要求不說開心 也已經是歡天喜地了 很快的召喚陣開始發光 把主角傳送到了一個澡堂裡面 旁邊全部都是長著尖角和尾巴的女性 就連青梅竹馬的樣子也都不一樣了 原來這裡就是傳說中的魅魔學園 不久之前學園長也擺出了召喚陣 希望能召喚出一位金氏奇才 拯救這所學校 脫離廢校的命運 主角和玄長的召喚陣產生了共鳴 所以把主角拉到了這個世界 玄長起初不太相信主角就是那個救星 面對這樣的質疑 主角也是態度坦然 馬上先和玄長過上兩招 證明自己的身價 起初是玄長佔據優勢 但主角厲害的地方就在於耐心 先撐過前面幾波的攻勢 當玄長開始繩子不清之後 主角才準備要開始發力 最後不出意外的把我們的玄長給拿下了 玄長正式的拜託主角升出援手 實際的做法很簡單 只需要跟學校裡的所有學生 偶爾可能也有教職員 連續不間斷的進行雙人秘密升學課程 學校的積分排名就會提升 藉此來挽救被廢校的命運 說到這裡 主角可就不困了 開始四處在學校裡認識新同學 從同班同學、委員長到學姐學妹 全部都和主角有過一面之緣了 但是主角畢竟不是這個世界的居民 除了青梅竹馬 魅魔學院裡的大家都對她有所提防 連說話都有困難了 還怎麼幫他們上一對一的小班課呢? 這個時候 主角拿到了一本神奇的魔導書 在和其他女主角們交談的時候 魔導書上會浮現一行文字 接下來女主角們就會照著這行文字行動 說起來也有點像是催眠APP一類的東西 在魔導書的幫助之下 主角成功與其他人破冰 拯救學校的工作總算是正式開始了 第一個必須要提的特點 就是魅魔學院中可攻略的女主角超級多 總共有10位 如果算上學院長還有其他副手的角色 那就遠遠不只是10位那麼簡單囉 角色的劇情裡都有專屬的CG 其中當然有動態的CG 這就要提到第二個特點 所有登場角色都是物理意義上的超大 打開個人資料一看 JQK只能說是平均水準 PQOR更是大有人在啊 可能會有人想說 肥仔老弟這也太大了吧 一個人有三個頭是怎樣 可魯貝洛斯喔 這個大家可以放心 化石的化工全神在線 在保留了巨大特點的同時 又把其他部分的比例抓得很好 使用度絕對是有保證的 如此巨大的戰鬥力 光是CG圖片就很有壓迫感 要是放到動態CG裡面 我都很擔心電腦螢幕會被震破 你就知道他有搖得多大力了 說個題外話 最近的真人電影業界 也有出道的新人主播越來越大的趨勢 像是號稱有L的田野優 炎韻其實算是很知名的遊戲系列 全系列已經來到第14部了 每一部都有全新的主題 像是最新作的主題就是女狐學員 炎韻系列作還有一個特點 是曹家軍聽到會想要狠狠進軍的那種 隨著劇情推進 女主角的媽媽們也會登場 和女主角一起被做成好吃的親子丼 所以說本作魅魔學員的登場角色 應該要再翻一倍才對 最新作的女狐學員裡面 每位女主角的媽媽們不再是附屬角色 而是有獨立劇情的可攻略角色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到我們的DLSite上面參觀選購喔 今天影片內介紹到的遊戲通通可以在DLSite上面找到 除了遊戲之外 DLSite上也有豐富的本質庫存 全繁體中文化的頁面 讓你搜索商品的時候不再辛苦 而DLSite真正的優勢就在於 它真的太便宜了 三天兩頭就用各種理由舉辦特賣 像是最近剛好是夏季特賣 最高下殺一折 還會送很多折價券 折價券跟特價還能一起併用 隨隨便便就能用抄地的價格買到那些經典名作 現在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連結就能限領限用 消費以前日元就折100日元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去看看吧 接下來是35歲魔法師的炸彌青之旅 女主角是一位超老練的魔法師 不管再危險的任務都能自己一個人搞定 如此強大的女主角也有翻車的一天 某次的任務是追捕一隻會說人話 對魔法有著深入研究的魔物 魔物在被終結之前對女主角下了詛咒 起初女主角以為喝點解毒劑去睡一覺 明天應該就會比較改善了 結果到了深夜 詛咒開始發作 女主角被搞到完全睡不著 實在忍不住了 才跑去找公會的醫生幫忙 醫生說這是一種幾位罕見的詛咒 只能由斯家的那個人解除 眼看醫生語帶保留 女主角不停追問 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方法 醫生說過去在書籍上是有提過幾次 要想解除詛咒 就必須成為社交大師 日以繼夜的和不同的人廣結善緣 從社交喜歡上能獲得一種安定詛咒的力量 如果女主角能在指定的時間內打成社交的業績 那詛咒就可以成功解除 女主角聽完只覺得這是一個很惡指的玩笑 已經當了哀人整整35年 有意思的時候就是色恐 現在就變成三句話聊到對方心寒裡的高手 比較女主角直接七次一次還難受 最後實在是沒辦法了 為了破解詛咒 女主角一邊繼續公會的任務 一邊在空閒時間找機會社交 遊戲中主要有兩種社交能量的來源 一種是討伐任務中出現的怪物 說是怪物 但是總有那麼幾個攻擊性低一點的 女主角會找上這些可造之材 和他們宣揚天下大同 人魔本一家的理念 即便和平談判的失敗次數壓倒性的多 為了解除詛咒 女主角還是拼了老命 在充滿挫折的狀況下維持笑容 到了每天晚上 情況會有所改變 女主角身上的症狀急需舒緩 逼不得已 只好利用麻痺魔法剝奪魔物的意識 趁魔物沒有自主能力的時候 女主角就逼迫他們未來要跟人類好好的相處 從中獲得社交能量 另一種獲得能量的方法就是人類NPC 進入城鎮裡面有很多事件等著玩家觸發 有城鎮代表有人群聚集嘛 有人的地方就不愁沒有社交的機會 大家在打怪練功之餘 也可以到城鎮裡面逛逛 或許能看到一些意外的驚喜也說不定 當女主角累積了一定的社交經驗以後 可以加入城鎮附近的馬戲團 作為一人出道 上台表演精湛的舞技 女主角不只在戰鬥上有天分 雖然沒怎麼學過跳舞 但也換上演出服 倒也意外的像個樣子 來看表演的觀眾都很願意對女主角給出正面評價 僅有少部分觀眾會嫌棄女主角看起來有點老 但在一部分的狂熱者中 35歲才是最有韻味的年紀 就愛這種的 公會的櫃台小姐也有直線劇情 有牛屯人的要素在 如果不喜歡的觀眾可以選擇不去觸發 繼續帶女主角去獲得社交能量也行啊 下一步是巫女校與魔妖煉獄 女主角為了平息妖怪帶來的災禍 主動前往妖怪所在的根據地 打算從根源解決問題 遊戲最大的特點在於自動戰鬥 大部分的紳士遊戲在設計的時候 通常會考慮到玩家還有別的外物要處理 操作都會盡量只用到一隻手 魔妖煉獄做得更絕 設計一個自動戰鬥幫玩家解放雙手 笑會自己往地圖的更深處進軍 玩家只需要知道有哪些魔物出現 這些魔物又會對笑使出什麼樣的仙道殺招 其他什麼都不用管 就很輕鬆愜意 敵人主要有幾個種類 有人型的敵人 也有觸手怪跟百變怪等等 不同的魔物當然會有不同的CG 玩到後面發現觸手怪系列的敵人挺多的 笑只有兩種狀態 被觸手綁起來 或準備要被觸手綁起來 剛剛才被觸手弄到頭上腳下 好不容易被放下來 內障差不多都回到原本的位置之後 又馬上像是騷大店裡的鴨子一樣被掛起來 不曉得笑會不會有像是做雲霄飛車的感覺 下一步是犬姓的魔女 玩家從一個地下密室出現 隨即就一位自稱魔女的人出現 魔女對玩家很是關心 不只幫主角檢查身體 還給無處可去的玩家一個地方住 之後的玩家就和魔女變成合作關係 城鎮的四周有許多遺跡 遺跡內部可以找到古代文物 同時遺跡裡面也有許多敵人 像是螃蟹機器人等等 一般人根本搞不定 所以魔女給了玩家一盞小夜燈 小夜燈可以射出光球攻擊機器人 再搭配上靈活的身法和走位 玩家就變成了替魔女回收遺物的特遣隊 魔女和玩家還有另外一個合作項目 故事發生的這個地方是沒有男性存在的 主角作為唯一的男性 身上有著一種白色的液態金屬 魔女需要這些液態金屬來完成研究 只要玩家提供一定量的金屬 魔女就會幫玩家打造全新的裝備 讓玩家在探索的時候更無往不利 城市內部偶爾也會發生大小不等的麻煩 這些麻煩大致都會留到主角手上 搞定了之後都會有一些精彩的事件等著大家 本作中的女性角色挺多的 除了魔女之外 還有城市的管理員 垃圾回收商店的店員等等 都有配音演出和特殊事件 希望以上介紹的幾部遊戲能中大家的胃口 如果大家有其他想要了解的遊戲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喔 下收看 我是飛仔 下次見